愤怒的猴子 第五十六章 亲爱的孩子, 今天晚上, 我要给你讲另外一个关于和尚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的故事。 三个徒弟是猴王孙悟空, 猪人猪八戒, 安静强大的沙悟静。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故事, 他们从蝎子妖怪的洞里逃了出来, 然后, 他们继续他们的西游, 去取圣经, 带回唐帝国。 春天变成了夏天, 游人们沿着丝绸之路慢慢地向西走, 他们看到黄色的鸟在他们的头上飞, 在温暖的清风中, 他们可以闻到花香。 早晨的一天, 他们来到了一座大山, 山路向上, 变得更困难。 他们爬上山, 空气变凉了, 他们看到了山路两边的荒野动物。 很远的地方, 他们听到老虎的咆哮声。 经过几个小时的爬山, 他们来到了山顶, 开始在西面向山下走去。 唐僧的马累了, 开始走得慢了。 唐僧不能让马走得更快一些。 猪对他大喊, 但马不理他。 孙悟空说, 让我来吧。 他对马挥着他的金箍棒, 对着他大喊。 马上, 马开始跑了起来。 唐和尚吓坏了, 双手紧紧抓住马。 马跑了二十里, 把唐僧带到很前面, 离三个徒弟很远。 终于, 马来到了平地, 他不跑了, 又开始行走。 在马跑的时候, 唐僧已经很害怕了。 当马再一次开始行走时, 他放松了下来, 抬起头来。 在路的前面, 他看到三十几个人站在路上。 他们都拿着剑, 毛和长棒。 其中一个男人长着绿脸, 长牙, 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强大的龙。 另一个是红头发, 大眼睛, 看起来像一只愤怒的老虎。 唐僧看出他们是强大。 你要去哪里? 绿脸强盗首领问, 我们不想伤害你, 我们只想要你的过路钱, 马上把它给我。 唐僧从马上下来, 他把两手掌放在一起, 然后说, 大王们, 这个穷和尚已经行走多年了。 很久以前, 我离开了唐国, 我要去西天取圣经。 当我开始我的旅途时, 我有一些钱, 但我很久以前就用完了。 大王们, 我请求你们, 给一点仁慈, 让我继续我的旅途。 强盗首领说, 我们守卫着这条路, 你要付钱给我们, 如果你没钱, 就给我们你的衣服和你的马, 那我们就让你过去。 这件长衣旧了, 也穿坏了, 它是从许多不同的人那里要来的部作的。 如果你从我这里拿走它, 就像杀了我一样, 那时你会怎样? 你这一生可能是个大王, 但是你的下一生回来可能是一个动物。 这让强盗首领很生气, 他开始用他的棒打河上。 当棒像雨点一样打在他的头上时, 唐僧有了一个主意, 他说, 请不要打我, 我有一个年轻的徒弟, 几分钟后就会到这里, 他有一小袋银子, 我会让他把银子给你。 强盗们不再打唐僧, 他们把他绑起来, 吊在树上。 不一会儿, 三名徒弟走近了, 主看见唐僧吊在一棵树上。 看! 他说, 我们的师父想要让我们看看他有多么的强大, 所以他爬上了一棵树。 孙悟空用他的钻石眼睛, 把情况看清楚了。 你是个笨人, 他对猪说, 别说了, 等在这里, 我去看看是什么事。 他跳上一座小山, 看了又看, 现在他看到了强盗, 他对自己说, 啊, 这很好, 生意来我家门口了。 他摇了一下他的身体, 变成了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年轻和尚。 他走到唐僧面前, 说, 师父,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坏人是谁? 唐僧哭着说, 悟空, 求你救救我, 这些是非常坏的人, 他们是强盗, 他们想要我的钱, 但是, 当然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 所以, 我告诉他们, 你会来, 我说, 你会给他们银子。 你为什么告诉他们那些? 我需要让他们停止打我。 好吧, 好吧, 我喜欢这个, 如果你一直这样做, 老猴子就会有很多生意。 说话的时候, 强盗们悄悄地在孙悟空的四周围了一圈, 绿脸强盗首领说, 小和尚, 你师父说你有一点钱, 把它给我们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有不少的金和银, 但是, 你必须先让我师父离开。 强盗首领点了点头, 几人把唐僧放了下来, 和尚跑向他的白马, 跳上马, 飞快地骑走了。 孙悟空准备跟着他, 强盗首领挡住他, 说, 你想要去哪里? 孙悟空准备跟着他, 好吧, 我会在这里多留一会儿, 但是, 我认为过路前应该分成三份。 强盗首领笑着说, 啊, 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和尚, 你想要留一些钱给自己, 嗯? 那好吧, 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们, 我们会还给你一点点。 你可以把它藏在你的长衣里, 你的师父永远不会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孙悟空回答, 我的意思是, 把你们从其他游人那里 拿的钱都拿出来, 我们把那钱分成三份, 两份给我, 一份给你们。 这让强盗们非常生气。 他们开始像雨点一样, 打在孙悟空的头上, 孙悟空只是站着不动, 这些攻击一点都没有影响他。 最后他说, 你们结束了吗? 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些东西。 他从耳后取出一根小针, 拿在手中, 变! 他小声说, 针马上变成了他的金箍棒, 十六尺长, 像饭碗一样粗。 他把棒放在地上, 说, 如果你们中任何人能拿得起这根棒, 你们就可以留着它。 两个强盗首领想要拿起它, 但是就像是苍蝇想要拿起一座山, 这是因为这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孙悟空拿起棒说, 现在我想你们的运气已经结束了。 他挥了两下棒, 马上杀死了两个强盗首领, 其他的强盗转身就逃。 这个时候, 唐僧正在飞快地向西骑着马, 向另外两个徒弟跑去。 他走到猪和沙身边, 喘着气。 哦,徒弟们, 快去你们哥哥那里, 告诉他不要伤害那些可怜的强盗。 猪飞快地跑向孙悟空, 他走到猴子面前说, 哥哥, 师父让你不要杀死任何强盗。 我没有杀死任何人。 孙悟空答道, 他指着倒在地上死了的两个强盗首领, 说, 他们两个只是在睡觉。 那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睡在路的中间? 可能他们整个晚上都不睡觉, 在喝酒唱歌。 猪更仔细地看了看, 他们为什么张着嘴睡觉? 那是因为我用我的棒打了他们, 他们永远不会醒来了。 哦, 我明白了。 猪回答道, 他跑回唐僧身边, 说, 师父, 好消息, 强盗已经解散了。 那很好, 他们去哪里了? 有两个什么地方都没去。 那你为什么说他们解散了呢? 他们被打死了, 这对你来说那不是解散了吗? 唐僧听了, 非常生气。 猪, 用你的耙子为这两人挖坟墓, 然后我们把他们埋了。 我要为死了的人念经。 猪开始用他的耙子挖洞, 他挖了三尺左右深, 然后他的耙子碰到了一些石头。 他放下耙子, 用他的鼻子很快地挖完坟墓。 当他完成时, 洞由五尺深。 徒弟们把死了的强盗放在洞里, 然后用土把它们盖住。 唐僧站在坟墓旁, 他把双手放在一起, 说, 兄弟们, 我向你们鞠躬, 请听我说。 我来自东方, 是唐皇帝把我送来的。 我在这条路上遇见你们, 面对面。 你们想要我的衣服和我的马, 我求你们让我过去, 但你们不听。 你们遇见了我的大徒弟, 倒在他的棒下。 现在, 我可怜你们的尸体。 如果你们遇见阎罗王, 请记住, 我的大徒弟姓孙, 我姓陈, 我的其他徒弟是八戒和悟静。 告诉阎罗王, 是孙杀死了你们, 不是我们。 孙悟空听到了, 当唐僧说完, 他说, 师父, 你这就不仁慈了吧? 是的, 我杀死了这些强盗, 但我做这都是为了你, 这是你的旅途, 我只是在这里帮助你, 如果你没有决定去西游, 这些人就不会死。 如果你没有带着我 做你的徒弟, 这些人就不会死, 这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然后, 他转向坟墓, 生气地说, 听我说, 你们这些非常笨的强盗, 你们一次又一次地 打我的头, 你们让我很生气, 是的, 杀了你们是个错误, 但我不怕你们, 我不怕耶罗王, 我是齐天大圣, 地狱里的十个大王都为我工作, 玉皇大帝认得我, 泰山的守卫怕我, 天上的众神都是我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地狱告我, 我不在乎。 唐僧听了这话, 他很吃惊, 孙悟空会这么生气, 徒弟, 我的话是为了让你看到生命的价值,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师父, 孙悟空说, 你的话不是在开玩笑, 他开始往西走, 然后转身又说, 让我们找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唐僧和另外两个徒弟跟在他身后, 四个人都不高兴, 有些生气, 空气中满是紧张的气氛,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看了四周,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他们听到狗叫声, 看到小屋子窗户上点着的蜡烛, 一位老人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 唐僧向他问好, 您好, 爷爷, 我们前往西天, 找佛的圣书, 已经很晚了, 我们想找个地方过夜, 请不要怕我的徒弟, 他们很丑, 但他们不会伤害你, 老人看着徒弟, 他说, 他们非常丑, 一个看上去像夜叉, 一个是马脸, 一个是雷神, 孙悟空还在生气, 他回答说, 老人, 雷神是我的孙子, 夜叉是我儿子的孙子, 马脸是我孙子的孙子, 老人听了, 吓坏了, 他脸变白, 倒在地上, 唐僧帮着他站起来, 说, 别担心, 我的朋友, 他们都很粗鲁, 不知道怎么礼貌地说话, 你叫雷神的那个人, 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你叫马脸的那个人, 是我的第二个徒弟猪八戒, 你叫夜叉的那个人, 是我的第三个徒弟, 沙悟静, 他们不是魔鬼, 别害怕, 好了, 进来吧, 老人说, 他们进了他的屋子, 老人让他的妻子去把茶拿来, 他去厨房泡茶, 一个小男孩跟着他, 爷爷, 唐僧说, 你姓什么, 几岁了? 我姓杨, 我已经活了七十四年了, 我有一个儿子, 你在这里看到的小孩子, 是我的孙子。 我想见见你儿子, 唐僧说, 那年轻人不配见你这样的圣僧, 我希望他有一份好工作, 但他只想杀人, 拿走他们的钱, 他的朋友都是坏人, 他五天前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唐僧想着这, 他想知道, 孙悟空是不是那天早些时候, 在路上杀了他们的儿子。 他还没说话, 孙悟空就对老人说, 先生, 这么坏的儿子, 只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麻烦, 为什么要留他? 让我去找他, 让我去找他, 我可以帮你杀了他。 我可能会让你那样做,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儿子, 我儿子变成了坏人, 这是真的, 但我死后需要有人帮我挖坟墓。 孙悟空还没有回答, 杀马上就说, 哥哥, 做好你自己的事吧。 他转向老人说, 爷爷, 你和你的家人对我们很好, 请告诉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哪里睡觉? 老人带他们到了谷仓, 他把一些干净的草放在地上, 给游人们睡觉, 很快, 四个人都睡着了。 现在, 杨的儿子真的是强盗中的一个, 但他不是强盗首领中的一个。 那天早些时候, 孙悟空杀死了强盗首领后, 杨的儿子和其他强盗逃跑了。 那天晚上, 游人们上床睡觉后, 强盗敲了杨家的门, 老人开了门, 强盗跑进屋里, 喊道, 我们饿了。 杨的儿子的妻子醒了, 他开始为强盗们煮饭, 杨的儿子到屋后去拿烧火的木头, 他看到了唐僧的白马。 他回到屋里, 问他的爸爸, 吴后那匹白马是什么? 老人回答说, 这匹马是旅游僧人的, 他们要去西天, 他们想今天晚上, 他们可以睡在这里。 杨的儿子拍了拍手, 对他的朋友们说, 好消息, 朋友们, 我们的敌人在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杀死他们, 我们可以拿走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钱。 一个强盗说, 让我们等一下, 让我们先吃点晚饭, 磨一下我们的刀, 今天晚上晚些时候, 我们可以杀死他们。 所以, 他们都坐下来吃晚饭, 磨刀。 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 老人悄悄地走进了谷仓, 他叫醒游人, 告诉他们强盗正打算杀死他们。 快跑! 他说, 游人们拿起他们的行李, 离开了谷仓, 走上向西的路。 在五更左右的时候, 强盗们决定攻击的时候到了。 他们跑出房子, 跑进谷仓, 但是当然, 游人们已经走了。 强盗带着刀和矛, 开始在路上向西跑, 很快, 他们就追上了游人。 孙悟空停下, 转身对着强盗。 徒弟! 唐僧说, 你不可以伤害这些人, 只是吓吓他们, 让他们走开。 孙悟空不理他, 强盗把孙悟空围在中间, 他们开始用刀和矛攻击他。 猴王开始挥动他的金箍棒, 越来越快。 当他击中强盗时, 他们像星星一样倒下。 有几个人逃走了, 有几个人受了伤, 但大多数人都被杀死了, 他们的尸体躺在地上。 唐僧很不高兴, 他骑马离开了战斗。 孙悟空跑到一名受伤的强盗身边, 说, 杨的儿子在哪里? 强盗指着一个人说, 在那里, 那个穿黄色衣服的人。 孙悟空跑到那个穿黄色衣服人面前, 砍下了他的头, 把他拿起来。 他跑到唐僧面前, 说, 师父, 这是养老人的儿子, 我已经砍掉了他的头。 唐僧倒在地上, 叫道, 把他拿开, 把他拿开。 猪把头踢到路边, 然后他用耙子挖了一个小洞, 把头埋了。 沙走到唐僧身边, 帮他站了起来。 唐僧开始念紧头戴魔语, 孙悟空头上的头戴, 马上变得更紧了。 孙悟空痛苦地叫着, 唐僧一次又一次地念着紧头戴魔语, 他念了十次, 头戴紧了十倍。 孙悟空躺在地上, 双手放在头上, 疼得大叫, 说,"师父, 求你停下来。 唐僧对他说," 我没有话可以和你说, 我不再想要你做我的徒弟了。 杨的儿子是不好, 但他也不应该被你杀死。 你杀了太多的人, 找了太多的麻烦, 你没有仁慈, 走吧, 别回来了。 孙悟空双手抱头叫道," 请旨念经。 然后, 他用他的金斗云消失不见了。 第五十七章 孙悟空只能离开, 但是他可以去哪里呢? 他想回花果山的家, 但他怕因为他没有跟着他的师父, 其他猴子瞧不起他。 他想去天宫, 但他怕天神不让他留在那里。 他想和他的朋友东海龙王住在一起, 但他不想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猴子才去那里。 最后, 他还是决定回到唐僧那里, 向他说对不起。 他用他的金斗云来到唐僧的马前, 说,"师父, 请原谅我, 我不会再伤害或杀死别人了, 我求你, 让我和你一起去西天。 但是, 唐僧还是对孙悟空很生气, 他只是又开始一次次地念紧头戴魔语, 念了二十次。 现在的头戴变得非常的紧, 进入了孙悟空的肉里, 有一寸身。 唐僧说," 你怎么又来我这里找麻烦? 快离开。 ,"师父, 你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我, 我想你走不到西天。 唐僧回答说," 你是杀人狐孙, 我不要你了。 可能我会走到西天, 可能我不会, 但这和你没关系, 现在离开。 如果你不离开, 我会继续念紧头戴魔语, 直到你死。 孙悟空伤心地再次上到云中, 他决定去普陀洛家山见观音菩萨。 一个小时后, 他来到了南大海, 他飞到了普陀洛家山, 然后进入了观音的紫竹林。 观音徒弟穆叉见了他, 说,"大圣为什么来这里?" ,"我有话要告诉菩萨。 穆叉想问他一些问题, 但就在这时, 一只美丽的白鸟出现了。 它来来回回地飞着, 这就是说观音已经准备好见他了。 孙悟空走进观音, 他开始哭了。 观音说,"悟空, 告诉我你为什么哭, 我会帮你。 你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让我走上佛的道路,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跟着唐僧, 保护他不受到妖怪、魔鬼 和荒野里的动物的伤害。 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不感谢我? 真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观音笑着说,"悟空, 告诉我更多黑和白的事。 孙悟空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告诉他, 关于强盗的事。 他告诉他, 唐僧是怎么用紧头戴抹鱼的。 他告诉他, 现在天上人间都没有他可以去的地方。 观音听了说,"唐僧是圣僧, 他不会杀人, 一个都不会杀。 但是你杀了很多人, 杀魔鬼或妖怪可以, 但你不能杀人。 你可以很容易地吓跑那些人, 不是去杀死他们。 在我看, 你做得很不好。 我明白, 但我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我求求你, 请给我一些仁慈, 请把我从这个神奇的头戴中放出来, 让我回花果山, 安静地住在那里。 我很对不起, 但我不能那样做。 佛祖他自己给了我这个头戴, 放在你头上。 他还教了我紧头戴抹鱼, 但怕是没有松头戴抹鱼。 那好吧, 我谢谢你, 我现在就走。 你要去哪里? 我去见佛祖, 请他把头戴从我的头上拿走。 他站起来, 准备离开。 不, 等等, 我想为你看看未来。 请不要那样, 我不想看到我的未来。 不是你的未来。 不是你的未来, 是唐僧的未来。 他闭上了他的眼睛, 看向了三个世界。 他张开了眼睛, 说, 悟空, 你师父可能很快会死, 他会需要你, 我会让他把你带回去, 这样你们俩可以走到你们旅途的最后, 得到智慧。 。 孙悟空不敢说什么, 就在孙悟空见观音的时候, 唐僧和他的另外两个徒弟继续他们的旅途。 接近晚上的时候, 唐僧已经非常饿了, 他让猪在附近找个村子, 他可以要一些米饭。 猪看了, 但没有看到附近有村庄。 唐僧说, 那你给我拿点河水, 我非常渴。 猪离开去拿水, 唐僧和沙等了很久, 但猪没有回来, 最后, 沙离开去拿水。 唐僧这个时候一个人, 坐在路边, 他听到一个很响的声音, 抬头看, 孙悟空拿着一碗水站在他面前, 说, 师父, 我回来了, 这里有一些水, 喝吧。 但是, 唐僧还是很生气, 他说, 我不要你的水, 我也不要你, 对我来说, 渴死比让你回来好, 现在离开这里。 孙悟空生气了, 他把唐僧打倒在地上, 然后他抓起行李, 用他的金斗云飞走了。 猪正准备去河里取水, 但他抬头看, 看到一间小棚屋, 他决定去那里要食物, 他不想让自己的样子吓到人, 所以他念了一个黄皮肤又病又老的和尚, 帮帮忙,帮帮忙。 他对着房子的门说, 我是一个穷和尚, 请给我一些米饭。 屋里有两个女人, 她们怕生病的和尚, 所以她们马上把他要饭的碗装满了饭, 给了他。 猪拿着米饭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沙, 猪用他的长衣搂住从要饭的碗里倒出来的米饭, 然后他们用要饭的碗装满了河里的水, 然后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离开唐僧的地方。 可是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看到唐僧的脸向下倒在地上, 他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行李不见了。 完了, 完了, 猪叫道, 我们结束了, 不要再说去西天取经了, 你留在这里, 看着师父的尸体, 我去下一个城市买一口棺材,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埋了, 这以后我们俩都可以回家, 忘记这个旅途。 沙把唐僧的身体翻过来, 他弯下腰, 仔细看, 他看到唐僧轻轻地呼吸着, 师父还活着? 沙说, 他们等着, 直到唐僧又呼吸了几次, 张开了他的眼睛, 他对徒弟说, 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 你们走后不久, 猴子回来了, 我叫他走开, 他打了我, 以为我死了, 就离开了。 他们回到了猪那天早些时候, 要饭的那间小棚屋, 两个女人中的一个, 打开门说, 什么? 更多的和尚? 今天早些时候, 我看到一个又老又病的和尚, 给了他一些米饭,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了, 请你们走开, 别来给我找麻烦。 主告诉那女人, 他就是他见过的生病的和尚, 然后, 唐僧解释说, 他们正去西天, 他的大徒弟打了他的头, 然后逃跑了, 他问他们, 是不是可以在他家休息? 他同意了, 给他们一些热茶喝。 唐僧喝了茶, 过了一会儿, 他感觉好多了。 他对他的徒弟说, 你们中的一个, 一定要去找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 他那里有我们的行李, 里面有我们的通关文书, 你们必须把我们的行李带回来,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旅途。 我去。 猪回答说, 我以前去过花果山, 我认识鹿。 不。 唐僧回答, 那只猴子不喜欢你, 你说的话常常很粗鲁, 它可能会很生气, 会攻击你。 然后, 他转向沙悟静说, 沙, 你必须去, 找到那个猴子, 如果他愿意把行李给你, 就拿着, 然后回到这里。 如果他拒绝, 不要和他争论或战斗, 去普陀洛加山, 把一切都告诉观音菩萨, 请他帮忙, 我们在这里等着。 沙悟静走了三天, 来到了东大海, 他闻到盐水的味道, 感觉到大海的风。 他飞过大海, 很快就到了花果山。 往下看, 他看到孙悟空正坐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 四周围着许多猴子, 沙从云上下来, 来到地上。 孙悟空马上大叫, 抓住他! 几十只猴子围着沙, 抓他的手臂和腿, 所以他不能动。 他们把他抬到孙悟空面前, 孙悟空说, 你是谁? 没有我的许可, 就来到我的山洞? 我是你的弟弟, 沙悟静, 我们的师父对你很生气, 对你用了紧头戴魔语, 我和你的猪弟弟没有想要阻止他, 你求他停止说那个魔语, 但他拒绝了, 然后你用你的棒打他, 飞到这里, 如果你没有对我们生气, 就跟我回去, 我们将一起继续我们的西游, 但如果你还在生气, 就把行礼给我, 你可以留在这里, 享受你的老年生活。 兄弟, 你不懂, 我不想和你们还有师父一起行走, 我决定自己去西天, 我要去雷音山, 问佛祖要圣书, 我会把他们送到唐皇帝那里, 我的名字将一直流传下去。 哥哥, 你有些不明白, 佛祖告诉过观音菩萨, 在东方找一位僧人, 他将走过千座山, 来到西天, 在旅途中遇到许多麻烦, 是和尚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从监狱中被放出来, 让我们和他一起西游, 佛祖一定不会把圣书给你一个人。 啊, 但我这里是有一个唐和尚, 我还有另外两个徒弟兄弟, 猴子们, 给他看看。 小猴子带出了一匹白马, 骑马的是一个唐僧, 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猪八戒和一个沙悟静。 沙看到这, 变得非常愤怒。 老沙走不改名字, 做不改姓, 不会有另一个像我的人。 然后, 他用他的拐杖击中第二个沙, 马上杀死了他。 死了的沙的身体变成了魔猴精。 孙悟空和其他的猴子围住沙, 开始和他战斗。 沙飞快地飞走了, 他对自己说, 我要马上见菩萨。 一天一夜后, 他来到了普陀洛家山, 他慢慢地从云上下来。 沐叉见了他, 问他, 沙悟静,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应该和唐僧在一起, 帮助他去西天? 我要见菩萨! 沙回答, 沐叉帮他去见观音。 观音菩萨正坐在紫竹林的木头平台上, 平台下坐着孙悟空。 他对他自己说, 唐和尚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沙在这里。 沙走进平台, 他打算告诉观音他的故事, 可在他想要说话前, 他向平台下看, 看到了坐在那里的孙悟空。 他马上想用他的拐杖打那只猴子, 大叫道, 你这个无法无天的猴子, 你想要杀死我们的师父, 你怎么敢来这里骗菩萨? 孙悟空只是走到一边, 躲开了这一攻击。 停! 观音说, 悟静, 你如果对这只猴子有意见, 告诉我, 别打他。 沙放下他的拐杖, 他向观音磕头,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从孙悟空杀了两个强盗首领开始, 到花果山战斗的事。 悟静, 你错怪人了, 这四天来, 孙悟空一直和我在一起, 我没有让他去任何地方。 可是我在花果山见到他, 你觉得我在说谎吗? 请不要生气, 你和悟空一定要一起去花果山看看, 谎话会被毁掉, 但真相会留下。 所以, 孙悟空和沙悟静一起飞到了花果山, 去找出真相。 第五十八章 孙悟空的金斗云比沙在云上飞要快得多, 很快, 他就远远地走在沙的前面。 慢点儿, 沙说, 不要试着在我之前到那里, 也不要在我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之前改变那里的事情。 所以, 孙悟空慢了下来, 和沙一起走。 经过一天一夜的飞行, 他们来到了花果山。 往下看, 他们看见一个孙悟空正坐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 他看上去和另一个孙悟空长得一样。 他头上戴着一个金头戴, 棕色毛发, 钻石眼睛, 一张长着大牙的毛脸。 他穿着一件丝绸衬衫, 一条用虎皮做的短裙子, 一双鹿皮靴子, 他手里拿着一根金箍棒。 真的孙悟空大喊道, 你怎么敢看上去像我的样子, 抓我的小猴子, 坐在我的山洞里, 试试我的棒。 甲孙悟空没有时间回答, 他举起了他自己的棒, 他们开始战斗。 诗中说, 两根铁棒, 两只战斗的猴子, 这场战斗不是件小事, 两个都想西游, 真猴跟着佛, 假猴不跟任何人, 他们两个都有强大的魔法, 他们战斗的技术一样, 他们在洞里开始战斗。 但很快上到空中, 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 但没一个能赢。 傻看着两只战斗的猴子, 他想帮助孙悟空, 但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他找事情做, 他来到了地上, 杀了小魔猴, 然后他砸坏了所有的石头家具, 然后他去找行李, 但没有找到, 因为行李被藏在水帘洞的瀑布后面, 最后他又飞到了云上, 继续看着战斗。 杀! 其中一只猴子喊道, 回去告诉师父这里的情况, 让老猴子和这个魔鬼战斗, 我会把他带去普陀洞。 我会把他带去普陀洞家山, 让观音认出真假。 另一只猴子喊道, 杀! 回去告诉师父这里的情况, 让老猴子和这个魔鬼战斗, 我会把他带去普陀洞家山, 让观音认出真假。 两只猴子听起来完全一样, 看起来也完全一样。 杀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照两只猴子告诉他的去做, 他回去向唐僧报告。 空中的战斗还在继续, 两只猴子用他们的金斗云飞到了普陀洞家山, 一路上都在战斗。 他们来到了普陀洞家山, 木叉进入观音的山洞, 告诉他, 菩萨, 两个孙悟空刚到, 他们在战斗。 观音离开他的洞, 去看他们, 木叉和他的另一个徒弟, 善才跟着他。 其中一只猴子对他说, 菩萨, 这个魔鬼像我, 但他是假的, 我们的战斗从花果山开始, 一直继续到这里, 我很难打败这个假的, 杀看不出真假, 所以他不能帮我。 请帮助你的徒弟, 分出真假, 说出真相。 然后, 另一只猴子说了一样的话。 观音看了看他们, 然后他说, 你们别打了, 分开站, 让我看看你们。 他们停止了战斗, 站着看着他, 他让木叉抓住其中一个, 让善才抓住另一个。 然后, 他念了紧头戴魔语, 两只猴子都叫了起来, 双手抱头, 他们开始在地上打滚, 同时还在相斗。 观音对他们说, 孙悟空? 两人都停止了战斗, 看着他。 五百年前, 你在天上找了大麻烦, 天宫里所有的大人都认识你, 现在去那里, 让他们告诉你们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两个孙悟空都谢了他, 然后飞到了南天门, 一路战斗, 他们飞过大门, 一直飞到了玉皇大帝的宫殿, 四位天上的大师见他们来了, 对皇帝说, 地球上的两个孙悟空来了, 他们在战斗, 他们想见陛下。 可是, 在他们说完之前, 两只战斗的猴子就飞进了宫殿, 在皇帝面前的地上滚来滚去。 皇帝低头看着他们, 轻声问, 你们为什么没有许可就来到这里, 在我面前战斗? 你们两个是在找死吗? 其中一人说, 陛下, 陛下, 对不起, 麻烦你了, 这个魔鬼已经变成了我的样子。 然后, 他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玉皇大帝。 在他说完后, 另一只猴子说了一样的话, 皇帝对他的仆人说, 把照妖镜拿来。 他们拿来了魔镜, 他看着镜子里的两只猴子, 两只猴子从镜子里看他, 他们看上去是一样的, 他对他们说, 我不能帮你们, 马上离开这里。 滚出宫殿, 一路上都在战斗, 他们对着另一个说, 我要去见师父。 回到地球上, 沙悟镜已经回到了唐僧和猪住的小棚屋。 他告诉他们, 我去了花果山, 在那里, 我看到了孙悟空, 还看到了一个猪, 一个沙, 和一个骑着白马的师父。 我沙了沙, 看到那是魔猴精。 然后我去见观音, 当到他家的时候, 真的孙悟空就在那里, 我们一起回到了花果山, 两只猴王见了面, 就开始战斗, 我看不出真假, 所以就回到这里。 他的话刚结束, 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很响的声音。 他们抬头看向天空, 他们见两只猴王在大喊大叫。 在战斗, 猪说, 让我看看, 是不是能分出他们? 他飞向空中, 向着他们飞去。 两个孙悟空都对着猪大喊。 兄弟, 快来帮我打这个魔鬼。 在下面的小棚屋里, 女人们看到两只猴子在空中战斗, 一个人说, 这里一定有很多人, 我必须拿出更多的食物。 他开始准备米饭和茶。 另一个女人说, 我希望他们可以停止战斗, 我怕他们会给天上和人间带来很大的麻烦。 沙说, 奶奶, 别担心。 然后对唐僧说, 师父, 我去让他们二个停止战斗, 猪和我会把他们带过来, 你可以解决这事。 他飞到空中, 说, 你们两个现在停止战斗, 师父要见你们两个。 他们都停止了战斗, 飞到了地上, 他们站在屋外等着。 唐僧让猪抓其中的一只猴子, 让沙抓另一只, 然后他念锦头戴魔语, 两只猴子都叫了起来, 用手抱住他们的头。 唐僧停了下来, 我不能分出你们两个。 他说, 两只猴子同时说, 兄弟们, 照顾好师父, 我要去见阎罗王。 两人飞去见阎罗王。 他们走后, 猪问沙, 为什么不把行李从花果山带回来? 我没看到行李。 沙回答, 你不知道, 瀑布的后面是一个叫水帘洞的秘密山洞, 那是孙悟空住的地方, 我想他把我们的行李放在那里了, 这是我去拿行李的好时候。 小心一点儿, 兄弟。 沙说, 有一千多只魔猴守卫着山洞。 不用担心我, 猪大笑, 他飞去了花果山。 两只战斗的猴子来到了在阴山的地狱, 地狱里的鬼神看到了他们的到来, 吓坏了, 他们想躲起来。 几人跑进了黑暗殿, 对地狱里的十个大王说, 大王, 有两位齐天大圣来了, 他们像两只愤怒的老虎一样在战斗。 十个大王都来到了黑暗殿, 他们叫来了地狱里所有的士兵, 去抓那两只猴子。 他们等在黑暗中, 很快, 他们就感到一阵很强的冷风, 两只战斗的猴子倒在地上, 滚来滚去, 踢着咬着另外一个。 十个大王中最伟大的阎罗王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来我的王国找麻烦? 其中一只猴子踢开了另一只, 他站起来说, 陛下, 我正跟着唐僧在去西天的旅途上, 我们被一群强盗攻击, 我杀了他们几个人, 我师父很生我的气, 让我离开, 我去见观音菩萨, 请求他的帮助。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 这个魔鬼, 他指着另一只猴子, 变成了我的样子, 去了我在花果山的家, 他要自己去西天见佛祖, 自己去拿圣书, 我想要阻止他, 但我没有办法赢他, 因为他和我是一样的, 没有人能分出我们。 我问过玉皇大帝, 观音菩萨和我师父, 他们都不能帮我。 另一只猴子等他说完, 然后说了完全一样的话, 每个字都一样。 耶罗王让他的一位大臣, 拿来生死簿, 这本书里面, 有所有生物的名字, 人、猴子和动物。 书中有一张, 是特别介绍天上出生的石猴子, 那一张只有一页纸, 但被划掉了。 耶罗王对两个猴子说, 我不能帮你们。 但就在两只猴子要离开前, 地藏菩萨说, 等等, 让我问问地厅, 可能他可以帮助我们。 地厅是住在地藏菩萨桌子下的一只动物, 对地狱, 人间和天上的一切生物, 他都能马上看出真假。 那动物从桌子下出来, 他仔细地看着那两只猴子, 然后对大王们说, 我知道谁是魔鬼, 谁是唐僧的徒弟, 但我不能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能? 地藏问, 如果我说了哪一个是魔鬼, 他会在这里造成很大的麻烦, 他和孙悟空一样强大, 他可以毁掉黑暗殿, 杀死我们所有人, 我们没有他那么强大, 去打败他。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地厅只是说, 佛法无边。 两只猴子都跳起来叫道, 是啊, 我要去雷音山见佛祖。 看着两只猴子飞在空中, 离开地狱, 一路上都在战斗, 黑暗殿中的大人们都放松了下来。 两只猴子很快就到了西天的雷音山, 几千个和尚和尼姑正在听佛祖讲课, 他的课讲的是关于真和假, 空和不空, 知和无知。 然后佛祖说, 你们都是一心, 但现在看看相斗的二心。 和尚和尼姑们抬头看, 看到了两只战斗的猴子, 八位金刚王想要阻止他们进来, 大喊道, 你们两个要去哪里? 一只猴子说, 妖怪金变成了我的样子, 我要请伟大的佛祖说出真假。 然后, 他讲了整个故事, 等他说完, 另一只猴子也说了一样的话。 他们等着佛祖说话, 可就在他们等的时候, 一朵粉红色的云出现了。 观音从云中走了出来, 佛祖笑着对他说, 观音, 你能说出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吗? 我试过了, 但我不能, 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求你来做, 帮助唐僧完成他的旅途。 佛祖又笑了, 说, 你有很多的知识, 你可以看得很远, 但是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有五种神仙, 有五种生物, 这人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观音等着, 佛祖再次说话, 但是, 有四种猴子, 它不在那十种中, 第一种是天上出生的石猴, 它很强大, 可以改变星星和行星的轨迹。 第二种是沸沸, 知道人的事情, 知道阴和阳。 第三种是长臂园, 它能拿太阳和月亮, 毁掉千座大山。 第四种是六尔弥猴, 它知道过去和未来, 知道所有的事情。 这个假悟空一定是六尔弥猴, 因为他知道千里外的事。 当佛祖说这话的时候, 假孙悟空吓得发抖, 他跳起来想要飞走, 佛祖让几千个和尚和尼姑围着他, 真的孙悟空跑过去帮忙, 但是佛祖对他说, 悟空, 别动, 让我帮你抓住他。 假孙悟空变成一只蜜蜂, 直飞到空中, 佛祖将一个金色的药饭的碗, 扔向空中, 他抓住了蜜蜂, 把它放到了地上, 所有的和尚和尼姑都以为蜜蜂已经逃走了, 但佛祖说, 不, 妖怪精没有逃走, 看, 他举起要饭的碗, 在碗的下面是一只六尔弥猴, 孙悟空举起他的金箍棒, 砸在蜜猴身上, 马上将他杀死了。 佛祖对这很不高兴, 但他只是看着孙悟空说, 现在是你回到你师父那里去的时候了, 你必须在他的旅途上帮助他。 孙悟空向佛祖磕头, 回答说, 伟大的佛祖, 我必须告诉你, 我的师父不想我回到他身边, 他不要我的帮助, 请把我头上的头戴取下来, 让我回到我过去在花果山上的生活。 不要再胡说了, 不要再找麻烦了。 佛祖说, 观音会带你回到你师父那里, 他不会把你推开, 等你们的旅途结束后, 你将坐在莲花宝座上。 观音把他的两只手掌放在一起, 两人上到云上, 飞回到了唐僧和沙悟静等着的小棚屋。 他对唐僧说, 请你不要生孙悟空的气, 他没有打你, 是一个假孙悟空, 一只六尔弥猴做的。 佛祖让我们看到了真假孙悟空的不同, 然后, 真的孙悟空杀死了假孙悟空, 你的旅途还没有结束, 路上还有许多危险等着你, 你在旅途中需要孙悟空的保护, 请把他带回去。 唐僧向他鞠躬, 只是说, 我照你说的做。 没有很久, 朱就拿着行李从花果山回来了。 他看到观音, 向他磕头, 他把雷阴山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然后, 唐僧和三个徒弟都向观音鞠躬感谢, 他回到了他在南海的家, 游人们谢了照顾他们的两位妇人, 然后他们离开了小棚屋, 继续他们的西游。